Polistar的David 嗨 各位好 我是Polistar的David 今天來到東海清股份有限公司 東海清股份有限公司 是台灣一家頗具規模的 PP光學保護膜增產廠商 今天就來讓我們多了解一下 它如何將粉末的廢料 經過去化、減溶 以及回收成高品質的再生顆粒 轉換成更高價值的經濟效益 就讓我們多了解一下 它們的生產製程吧 東海清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做的是PP保護膜 還有光固化塗料 保護膜主要是用在光電業或傳產業 只要東西需要保護都會使用到 還沒購買之前當然就是很佔空間 要特別找一個倉庫去堆放這些產品 然後到一定的量 還要請廠商來發標、競標 等廢料收集一堆之後 就是請回收商 賣給回收商整理 主要是因為可以回收之後 就是第一個不會有佔空間的問題 如果有回收到產出一定的量 我們就可以用回收機去造力 然後在我們製程中使用 或是洗料 或是做一些比較刺激的產品裡面添加 就是可以找掉很多庫存 價格當然也會比賣廢料的價格好 就是它的機台是比較小 操作上感覺就是比較簡單 效益也不錯 當然這個是講經一點我們公司是受惠 就是原本要賣掉不要的東西 便宜賣的東西 然後可以轉成至比較有用的 高單價的產品 另外一個液體帶就是比較環保 因為如果你賣出肥料之後 這些就是變成比較沒有用 然後又要浪費很多成本去處這些肥料 當然是照力的話 所以我們可以回收循環使用 就打到一個霜物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請點擊這邊來獲得更多資訊 也請別忘記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免錯過最新消息